日本东北六线市特别报道 今天第三集我们走访日本岩首县 当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海啸 岩首县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 如今将近五年之后 岩首县居民重新振作 力推观光向外国游客招手 首先我们就要带您认识岩首县的地理位置 说到岩首县东陵太平洋 总面积是日本第二大仅次于北海道 而接下来我们还要带您认识的是 日本岩首县的特色料理美食 就是丸仔荞麦面 这丸仔荞麦面的份量不大 一碗就只有一口而已 因此游客到这边几乎是人人一碗 接着一碗吃 吃完了就会像这样子堆叠的高高的 而这样子让当地的主人家 也会特别开心 而除了当地特色料理美食之外 自然风光也非常精彩 我们带您认识的是 联合国世界遗产中尊寺 这中尊寺其中的国宝金色塘 内外贴有金箔 加上细致的雕刻工艺 堪称佛教美学的经典之作 而走访这里也不能错过 人间秘境尼比锡 得名字一个像尸鼻的钟乳石 游客可以一边游览自然风光 还能够听船夫高歌一曲 当年日本发生了311大地震 曾经重创了一所幼儿园的校舍 被破坏殆尽 来自台湾的善款重建校舍 而全校师生为了感谢来自台湾的帮助 在校舍外头也高挂了中华民国国旗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外景主持人陈嘉怡 和刘达人史丹利的脚步 前进日本岩手县 带回来第一手报道 东北Let's Go 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岩手县 来到岩手一定要来平泉亭这个地区 因为平泉是整个东北 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遺产的地方 包含我们现在来的中尊寺 当然也是世界文化遺产 其实这里不但是世界文化遺产 它其实从以前就是日本的国宝 它是在平安时期 有一个很大的武士家族 藤原寺它所修建的 当时因为常年战乱 所以修建佛寺 也代表着他们对于和平的一种渴望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中尊寺了 走 根据史料记载 西元1105年 澳洲藤原市第一代藤原青衡 为了祭祀成其战乱丧生的亡灵 建造了中尊寺和时期的分院 整座寺院的主建筑本堂 主佛是阿弥陀如来 寺院内的佛教仪式 多数在此举行 而不同于神社参拜时 拍两下手 象征祈求和敬意 中尊寺是庙宇 参拜时只需双手合照 背外玩可以发现 旁边这个还有幸福签可以抽 所以一定要抽一下 这样才会幸福 准备个100块钱日币投下去 看 这一个 100日元的幸福签 不只能看看近期的运势 里头还有幸运小物 得奖的是 还不错耶 小吉 你的呢 你的呢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你的是什么 是大吉吗 是吉 也很不错耶 我比你高一阶 只要是吉就很开心啦 对不对 而且它在里面 还有这个 刚刚说到的这个幸运签 我的是一只箭射中靶心 然后它的意思是说呢 幸福到来一愿成就 而且它做得很精致 我的是一个种子 对 它写的是 愿望成就 子孙繁荣 刚好你才新婚嘛 对不对 对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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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的中真寺 醉人的还不只是风红 每年秋天举办的菊花会 本堂广场上总会像这样 摆满日皇家会的菊花 成为另一亮点 而景临本堂的风药师堂 供奉的是药师如来佛 不只能祈求健康 也是灵魂之窗的守护神 接着下一站的金色堂 则是新建于西元1124年 唯一一座从中尊寺创建时期 保存至今的建筑物 金色堂当年就是用最好的墨材 最贵的金箔 然后在镶嵌上贝壳作业装饰 雕梁画豆 至今我们来欣赏 发现这金色堂的工艺 依旧是会令人赞叹的 对 而且金色堂是日本国宝文物 编号第一号的一个建筑 对 那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游客 就是在金色堂里面是不能拍照 也不能录影的 对 所以在这边只要用眼睛欣赏就好了 好 我们就带大家用眼睛来留下 最美好的回忆了 整座金色堂 堂内外都贴有金箔 精致金属雕刻艺术 堪称是佛教美学的极致 而藤仁寺第一代到第三代的遗体 以及第四代的首级至今仍安置于此 现场气氛极为庄严 而走读完这段历史 换个心情转往圣钢市 品尝酱油老店的百年风味 创业百年的老店 这些年持续配合时代潮流 推出各种养生酱油 还独家用忍胡麻为材料 搭配酱油酿造技术 推出系列忍胡麻调味酱 包括了沙拉酱和芥末酱 让对大豆或小麦过敏的体质也能食用 还货搬东北地区发明酱 而来到圣钢市 除了老子好酱油风味 绝对不能错过还有这一位 丸仔巧麦面 今天是中午时间了 肚子真的有点饿 但你带我最近这个小巷弄里 想必也是内行的有好吃的 你知道因为圣钢有三大面 一个就是冷面 一个是炸酱面 然后一个就是 我现在带来吃的丸仔巧麦面 为什么叫做丸仔巧麦面 其实丸仔很简单 它就是岩手线的方言叫汪口 就是一个一碗的意思这样的 好 那我们就赶快进去品尝了 走进已经有百年历史的 蕎麦面老店 用餐区墙上挂满了名人的签名留言 名气响亮可见一斑 而据说这里出名的不只是 蕎麦面的美味 还有以3240日元挑战 蕎麦面大胃王宝座 楼梯转角的榜单还留有1996年 记录保持着559碗的惊人成绩 近十年来无人能打破记录 好 其实这个丸仔蕎麦面 是当地祖先留下来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传统 就是虽然只有蕎麦面 也希望客人可以吃得尽兴 吃得开心 那作为客人的最大的回报 就是多吃一点啦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讲话的同时 我旁边这位partner Stanley桑呢 怎么这么安静呢 因为我在养精蓄锐 养精蓄锐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桌上有一张这样的证明書 对 你知道在这边 只要吃超过一百万 就可以拿到这一张证明書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拿过什么奖状 我连全勤奖都没有 所以我这来日本 我一定要拿一个奖状回去 台湾人不能漏掉 好 祝福你为国争光 对 但是我在吃之前 我还是要请这边的店员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要怎么吃 好 那我们就麻烦这位 Majiko 请你 大碗子蕎麦の食べ方 ですけども こちらの黒いお碗の中に 一口大にちぎった 味のついた蕎麦が入ってまいります そちらを15杯召し上がりますと 普通のざる蕎麦1枚分と同じ量です 何杯召し上がったかは お碗をこちらに重ねていきますので お分かりになります 召し上がっていくうちに お碗におつゆが残りますので おつゆはこちらの桶に開けてください 最後お腹が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したら お碗のおそばをきれいに召し上がって おふたをしめて終わりとなります はい お碗子蕎麦の男性平均が5、60杯 女性が3、40杯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ぜひ100杯目指し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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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ニコ食量又够大的挑战者 还可以搭配金腔鱼生鱼片 鸡肉和迅菇鱼等配菜 変換一下口味 延長战力 頑張って頑張って頑張って 100碗挑战開始 Yeah 加油… 這個分量還好嘛 對啊 我應該可以吃很多碗材 はい 頑張って 我もう一口吃完了 はい 頑張って 比賽才剛開始 這一碗一小口的小分量 對嘉義來說 簡直是 piece of cake 只不過要在這挑战的 好像不只是吃麵 這麼簡單 はい 頑張って 我要拿我的碗材 はい 頑張って 不要… 不要… 頑張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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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わい 要把這碗先吃完 はい 頑張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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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到十碗相当于一人份的份量 好不容易把碗盖盖上的佳怡 最后以二十碗止步投降 只见另一旁的史丹丽 冲劲十足 一碗接一碗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可以拿到那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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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一百零一再加一一百零二完 OK OK 謝謝 謝謝 史丹丽好厲害喔 挑戰成功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倍 成功挑戰一百碗的大食客 就能獲得惠碼證明書 耶 二十碗證書 耶 二十碗 這棵櫻花樹它有二十公尺高 而且它還有一百年的歷史喔 位在岩手山南路 占地三千公頃的小岩井農場 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歷史 櫻花盛開的春天可以爽櫻 綠意盎然的夏日時光 除了騎馬之外 戶外還有細水設施能夠體驗 當然也少不了香濃鮮奶 或是冰淇淋登入製品美食 而在冬天期間不只是不收入園費 二月份還是嚴守雪季的會場 不同時節有著特色各异的美景與活動 帶給遊客不同的驚喜 東北Let's Go 接下來帶大家來到哪裡呢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岩手的尼迪溪 你知道日本有三大溪 一個是佐俄溪 一個是野馬溪 一個就是現在我們在的尼迪溪 簡稱日本三溪 你說話 對 日本三間尼迪溪 尼字指的就是古代化的獅子的意思 尼迪就是獅子的鼻子 那到底這獅子的鼻子在哪裡 要帶大家坐船一起找找看囉 對 我們要現在上船過去囉 你好 大家好 靠著一根木高 船夫引領著我們深入峽谷 長達兩公里的尼迪溪谷 早年是顯為人知的祕境 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後 才開始對外宣傳 1925年被列為岩手縣第一號指定名勝 同時也是日本政府指定的史金名勝天然紀念物 1927年更入選日本白景 而在溪谷泛舟的同時 船邊還有特別來賓一路隨行 我看到這邊有小朋友來跟我們打招呼 鴨鴨 小鴨鴨 嗨 哈囉 對 你不給牠東西吃 牠不會跟您打招呼 對 你要給牠東西吃牠會打招呼 對 這些鴨鴨牠都是天然的 這個不是人餵養的 牠是候鳥 對 冬天牠飛回來 春天牠要飛走 但是有人餵牠牠就不要走掉了 這邊就是一個大大的岩石 對 給牠起個名字叫凌雲岩 為什麼叫這樣的名字呢 就是說在夏天早晨 牠會有山藍嘛 霧氣要出來 出來的時候 牠就像飄在雲裡的樣子嘛 再往前來到中段 與桃花園祭中的景色相似 因此被取名為古桃溪 轉眼還能一邊遊船河 一邊祈福求財 我們看這邊 這邊就是一個必殺門嘛 它這個熔洞 它是日本的祈福神之一 所以它擺了個大箱子嘛 是財神 所以很多客人要往裡投錢嘛 要祈福嘛 要這個樣子祈福 對 接著是尼比溪上 常連隔水相望的 最佳男女主角 左邊這邊也就是我們這個 說明上面有三張照片 拍的都是牠 這就說明牠是這邊 最有代表性的岩石之一了 對 給牠呢 也起一個好聽的名字 你看那邊有牌子 牠講的是壯夫岩 對啊 壯夫岩就是一個 高高大大的健壯的男生 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一個帥哥 有了男生一個人 多寂寞啊 對啊 多寂寞啊 所以還有有個女生 要編出一個美女 您就是很漂亮的美女 當然這個岸邊還有一位美女 我們看右前邊 有看到美女嗎 那個黑黑的 對 側隱 突出的那個岩石 那我這個側臉 對對對 有鼻子有嘴巴 眼睛有一個側臉 對 對 欣賞完奇言怪石後 跟著導遊的腳步上岸尋根 一探尼鼻的真面目 好 我們看這邊 這邊上面一個大大的這個 中乳石耶 對 夏天這個比較有鼻孔 有看到這個 對 它就是一個中乳石 然後呢 因為它像獅子的鼻子的樣子 所以給這個溪谷起了這樣的名字 叫泥鼻溪也就是獅子的鼻子的溪谷 另一頭還有幸運之洞 造訪遊客可以購買岸邊販售的祈願石 投進幸運之洞也象徵祈願成功 你看一下這邊 那邊有一個洞洞有看到嗎 給它那起了個名字叫幸運的洞洞 我們把它看成是眼睛 我們把它看成是眼睛 下邊有草那個地方看成是嘴巴 這樣斜斜下來有看到嗎 它是山豬在喝水 看出來嗎 一個側眼 對 就是說它是一個幸運的洞洞 因為距離實在有點遠 像頭中可不容易 好 福氣的福 福氣的福 剛小看我 連三臂都被碰到 何嘉儀史丹麗一樣 無功而返也別氣餒 回城時聽聽船夫高歌民謠 泥筆船歌 療癒效果十足 嘗嘗聲 《 brauchen deny到此的日子》 楊空腦 風乾燥 風乾燥 再次回到城船处 入口处的龙门瀑布 也是一大亮点 因为每到秋天 大量从太平洋回游的鲑鱼 就像是鲤鱼越龙门般 真香越过瀑布游进西谷而得名 同时也别忘了大胆必吃的烤香鱼 日本他们觉得 溪水清澈的地方的香鱼 一定是很好吃的 而且这个香鱼还是米比锡的名餐 来这边一定要吃一下它的烤香鱼 它的肉质非常的Q弹 而且很甜 那烤的时候 你没有其他的多余的调味料 它就是盐巴一点点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吃到烤鱼的原味 很棒 而且皮还酥酥的 皮是酥的 然后鱼肉有点它的甜味在 加上原味 重点是 简单的美味 对 而且这么冷的天 你吃到这样热乎乎的烤鱼 你就觉得好幸福喔 吃完幸福的烤鱼 接着嘉宜要和史丹利 带大家前往羊野艇 探访从三一海啸中重生的故事 2011年3月11日 海啸重创日本东北 其中位在严守县北部的杨野艇 也难逃此劫 坐落在此的养殖业者 历经四年多的重建 才得以获得重生 会在严守县北部的杨野艇这片海域 它刚好是清潮寒流 还有黑潮暖流的交界处 也是世界的三大渔场之一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下 这里出产的海鲜 当然滋味一级棒 对 但是这边的养殖方式 其实跟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这边是日本唯一的 栽培养殖的地方 栽培养殖是什么意思 栽培养殖其实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东西一样 他们会把海胆的幼苗 在现在放在这边培育个一年之后 然后再把它放到海里面 放生了大概四年的时间 长到大概六公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回收回来 重新回到养殖场的海胆 还得再培育一年的时间 换句话说 除了中间四年的海底流放 第一年一岁不到的海胆宝宝 在水槽内细心呵护 第六年的海胆养殖场 则透过特殊沟槽 让海胆能够在新鲜海水中成长 同时也摄取到天然的饲料 海带养成干美鲜甜的滋味 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的生鲍鱼 或者是水煮鲍鱼 或者是干鲍鱼 他们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加工法 对 它们叫揉盐熟成鲍鱼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请我们社长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小舅 请你来 好 接着用水煮鱼 然后把水煮搓成干美鲜 然后把它揉上来 用手这样子的抓 便宜了 用水煮鱼 这样子就用水煮鱼 水煮鱼 一天四到五小时的揉盐连续三天 看佳怡和史丹利 卖力地用研发搓揉 不到五分钟时间就已经起泡 市长说这个泡泡 其实是杂质和水分 而搓揉为的是要去除 鲍鱼的杂质水分 最后还得再静置两天才能包装 而佳怡和史丹利 早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鲜 肉质丰厚 软Q鲜甜的鲍鱼 小火奶油相煎五分钟 最能吃出鲍鱼的原始海味 起锅后切片细细品尝 吃鲍鱼 就是来到海边搭配这样子 美丽的海景现煎的鲍鱼 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相当的饱满肥厚 好吃喔 好好吃喔 吃鲍鱼的奶油的味道 完全把鲍鱼的味道 完全突出了出来 然后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非常的美味 看着海景品尝海味 堪存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而岩手县的最后一站 我们要探访与台湾 有着深刻连结的幼儿园 史丹利 现在我要带你来到一个保育园 其实就是台湾幼儿园的意思 它从前有一个名字叫做 若木保育园 而在311大海啸的时候 整个这个幼儿园都全毁了 而现在它有一个全新的名字 叫做台日之伴 代表的意义就是台湾与日本的情感 可以紧紧相连的意思 对 没错 因为在311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的爱情涌入 对 那这里部分的捐款 就来支柱盖这个幼儿园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小朋友 然后生活的如何 好 我们赶快来跟他们玩 幼儿园的入口处 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感念着台湾的援助 而得知这一天有台湾媒体来访 小朋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表演 而嘉义和史丹丽也跟着参与其中 跨越语言的隔阂 两个主持人很快就跟孩子打成一片 尽管重建后的幼儿园已经千里原志 当年的孩子也早已毕业 但回墙洗311的那一天 园长人历历在目 小朋友们在一家所的保育室里 集中的幼儿园 小朋友们在一家所的保育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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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在二人 小朋友们在二人 手を繋いだ状态 和歌池山的道路上 高达的地方有水泥池山的地方 高达的地方有水泥池山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一家所的目指摆 交得多数 voter 平均 ortouring 平均一、平均 Спade 平均一、平均一笑 平均一でした 平均一画 平均一、平均一、平均一歹 平均一批 平均一歹 平均一跳 平均一、平均一夜 平均一 sits 平均一会 平均一吹 就像是生存的 好 太好了 再次回到幼儿园 眼前所见的是 海啸重创后的满目疮痍 我看到的是 屋子的赤屋 一部分都看到了 在台湾跨国界的援助下 幼儿园2012年7月开始重建 隔年9月落成 园芳也将这份感激 放进园内的班级命名 本当に台湾の方 皆様にはね お世話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新校舎が 演者ができた時に じゃあ台湾の クラス名っていうので とても 何がいいのかなって 考えた時 ゼロ歳児は梅 ということで 台湾の お花なんですか それで梅っていう名字を付けました 受到311海啸重创的幼儿园 因為台湾的善心而重申 這份温暖 冤方始終銘記在心 努力守護一張張純真笑臉 如同守護日本未來的希望 化悲痛為力量 讓孩子們平安長大 成為他們心中唯一的信念 台湾の皆さん ありがとう